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句俗语,应给君子提携,不和小人同才。 这句话是说我们要远离小人,多与君子交往。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君子做人更看重情义和人品,而小人则更看重金钱和利益。 与人交往,最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人品。 网络上曾流行过一句话,就是始于颜值,限于才华,忠于人品。 由此可见,人品才是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的最高标准。 看清一个人的人品需要一段很长时间。 但语言是一个人第一张名片讲话。 他的态度、方式甚至是措辞,都能透露出一个人的人品高低。 一个人品好的人,明白言多必失,或从口出,是从来都不会随意地说这三种话的。 一、狂妄自大的话。 一个人读书,看了几遍标题,了解了一些朗朗上口的经典段落,拍拍照片,发发朋友圈,他会感觉自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一个人苦读数载,学识广博,这样的人往往说话很讲究尺度。 为什么? 因为书读的越多,越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道理。 一个人见识的越多,越明白比自己强的人太多了。 一个人见识越少,越觉得自己早已是天下无敌。 所以,你看一个人说话是否狂妄,就能够看得出这个人的见识和经历。 见得越多,越知道世界有多大,见识越少,越觉得自己了解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理。 说话狂妄,身边的人就会对他保持距离。 因为说话狂妄,往往做事也不靠谱,嘴上无门,手上没数。 所以这样的人,永远在他人木讷的眼光中,尽情挥霍着自己的无知与傲慢。 锋芒太盛,害人害己,猖狂还是仙下,这是直接关系着个人的祸福的。 刘相在书院谭僧中说道,高益而不可及,不若卑论之有功也。 说出口的狂话,就是为想害你的人地刀子,将你置于死地,何苦为之。 古时有个人喜欢说大话,有人问他,你多大年纪了? 他笑着说,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在我小时候,曾亲眼见过福西和女娲,西王母还曾专门请我去药师做客。 一天,大王从马上摔了下来,需要千年血做药饮。 看大家一筹莫展时,有人说有一个人活了几千岁了,他的血可以为大王所用。 于是大王立刻派人去抓那个人,决定杀了他做药饮。 常言道,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 说狂话的人往往虚荣心强,要面子却不务实,平时喜欢吹嘘自己有多厉害,等真正需要派他们上场的时候,却拿不出真本事。 而一个人品出众的人,往往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从不说大话,也从不吹嘘卖弄,只会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 因为他们明白人,真正让人高看一眼的,不是说得有多精彩,而是做得有多好。 与其花工夫说大话,不如办事牢靠,做一个真正靠谱的人。 二杀人的玩笑话 玩笑从来都不是出口伤人的借口。 常听人说一句话,开玩笑是让人笑,而不是让人生气。 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着恰如其分的分寸感,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我们自己去负责。 一个人品出众的人,从不会成口舌之快,开一些不合时宜,让别人颜面扫地的玩笑。 《史记》里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赵国平援军赵胜的小谢在临街的楼上见到瘸子,一瘸一拐地在井台上打水,便好奇地盯着砍,还大声地笑问, 大哥,你能打起水吗? 需要我帮帮忙吗? 瘸子顿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心生不愤之下,找到赵胜,反映了这一情况,目不可遏地要求赵胜杀了这个小妾。 赵胜犹豫,他立马声色俱力地劝说道, 大家都认为平援军尊重世子而比见女色,所以世子们都不远千里地来投奔你,所谓是可杀不可辱,请您为我做主。 否则旁人会认,为您爱思而尽,侍从而离开你。 平安君无言以对,只好斩了这个说话没有分寸的小妾。 小妾临死前,曾对平援军悠悠说道, 且,只是无意说了一句对人不公的话,就要被人斩杀。 生活中,像小谢这样的人,绝不在少数,当别人笑不出来或者发脾气时, 靠着一句你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就像把自己的责任贴得一干二净。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伤害都可以用玩笑所化解, 也并不是所有你自己认为好笑的事就会成为他人的笑点, 打着开玩笑的旗号去嘲讽别人无法改变的事情, 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不叫开玩笑,叫没教养。 一个人品好的人明白尊重才是人与人交往的底线, 所以他们从不会轻易地将对人的尊重和交往的舒适感会在一句玩笑中。 三谈论是非的话, 静坐多思己过, 闲谈无论人非。 人活着就很难有完美的事情存在, 没有人能活得周周全全, 毫无差错。 如果一个人总是在挑剔别人的错误, 而从来都不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的话, 那他在将别人逼上绝路的同时, 自己也会无可退。 人品好的人, 说话做事都会留些余地, 留些口乐和度量, 才能在山水有相逢。 风水轮流转后给自己一条厚玉林和曾国泉, 一个是曾国藩的顾娇知己, 一个是他的至亲胞弟, 但这两个人矛盾不断。 彭玉林性格耿直, 在很多军政要务上, 彭玉林都会当着大家的面指责曾国泉的疏忽和过错。 曾国泉默不开面子, 就经常写信给曾国藩告状, 说彭玉林。 平总是在他面前摆脸色, 很嚣张, 一点也不尊重他。 受刑后, 曾国藩大怒, 他在回信中狠狠地批评了曾国泉, 你只知道雪芹彭玉林字, 雪芹在你面前摆脸色, 却从不想想自己是否也在别人面前脸色难看。 雪芹总是板着一张脸, 但他自己不清楚, 你不也这样吗? 你又有什么资格评判人家呢? 人这一生能改变的事情太少了, 常常对别人评判, 往往产生不了帮助别人的结果, 反而容易激化矛盾, 伤害自己。 方梦龙说,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抢出头。 有些人, 有些事, 就像冰山一角, 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市面上的十分之一, 而水面下的十分之九, 很多时候才是真相, 为人处事之中, 最重要的就是拿捏分寸。 所以, 专注于自身能力的提升, 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随意地评价别人的生活, 这才应该是做人最基本的修养。 四, 做人, 人品第一, 人品是一个人带人处事的品格, 是一点一滴, 做出来的。 人通过语言表达出一个人的品质, 品德高尚的人, 一言一行, 既代表了他的人品。 人活一世, 一撇一纳, 顶天立地, 所以, 你说出口的每一句话, 都将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海明威说,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 需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 说是一种能力, 不说是一种智慧, 急事慢慢地说, 遇到急事, 如果能沉下心思考, 然后不急不躁地把事情说清楚, 会给听者留下稳重, 不冲动的印象, 从而增加他人对你的信任度。 小事幽默地说, 尤其是一, 先善意地提醒, 用训玩笑话讲出来, 就不会让听者感觉生硬, 他们不但会欣然接受你的提醒, 还会增强彼此的亲密感。 没把握的是谨慎地说, 对那些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 如果你不说, 别人会觉得你虚伪, 如果你能措辞严谨地说出来, 会让人感到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 人们最讨厌无是生非的人, 如果你从来不随意意色或者胡说, 没有的是会让人觉得你为人成熟有修养, 是个做事认真, 有责任感的人。 一个人品好的人, 最基本的就是能够把握好自己说话的度, 不伤人, 不伤己, 有己己人, 推心致富。 愿你余生可以掌握好说话的度, 说话留一线, 做一个可靠的人, 做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今天, 您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 感情是不受控制的, 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是忍不住的, 明明刚刚才见过面才分开一下子, 却对那个人无比的思念, 不忍心分开一下。 当一个男人对你上瘾的时候, 他想时时刻刻和你在一起, 当男人爱你上瘾的时候, 不管多么爱你, 他都会对你克制。 一个爱你上瘾的男人, 可能会不小心伤害到你, 而一个爱你上瘾, 却又对你克制的男人, 才是真正在爱你。 一, 亲密关系的克制两个人在刚刚确立关系的时候, 有的男人就迫不及待和女人发生亲密关系。 其实说, 难听点, 很多男人在说爱女人的时候, 不过是为了把女人哄上床。 而那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虽然他会对你有身体反应, 但是他就会克制自己, 因为他知道能够给你满满的安全感, 能够让你相信他对你的爱, 才是他希望带给你爱的感觉。 真正的喜欢是心动, 真正的爱却是因为爱而克制。 男人会因为喜欢一个女人的外在, 而愿意和女人在一起, 女人会因为只喜欢这个男人, 才愿意和男人在一起。 男人和女人在感情中的喜欢兴趣不一样, 而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尊重你在感情里的享受, 不会强迫你, 不会让你做那些你并不愿意做的事情。 因为真正的喜欢是克制, 是隐忍, 真正的喜欢是不想伤害你。 二, 尊重你的想法。 有的男人总觉得女人, 和自己在一起之后, 就应该按照自己的喜好,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仅仅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包括对女人的穿衣风格, 都要因为男人而发生改变。 因为男人不喜欢女人穿得太成熟, 因为男人不喜欢女人穿短裙, 因为男人不喜欢女人穿高跟鞋, 女人最后都选择了男人最喜欢的衣服和款式。 一个爱你的男人, 在面对你的所有的一切时, 哪怕他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他都会克制自己的想法。 因为对于他来说, 以男人的角度去尊重, 一个女人是很有必要的。 男人对女人的尊重, 以及相互尊重, 是维持一段感情的基础。 若能相敬如宾, 便能一生守望, 指的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生尊重。 男人对女人尊重有以下几点体现。 一,生活中处处顺从你。 邻居叶子曾幸福地告诉我, 他老公很宠他, 他喜欢去做身体按摩和洗脚, 因为比较受力, 每次呢都想点男技师, 当他工作回来, 辛苦了。 老公呢就会带他去按摩, 总会给他点劲大的男技, 让他可以释放劳累, 感受轻松。 他儿子喜欢吃西餐, 孩子爸呢, 不喜欢吃, 但他也总喜欢陪他们去吃, 然后才自己去吃。 他闲暇时喜欢跳舞, 报了一个学习班, 老公只要有时间都会陪他去练习, 还会赞美他跳得不错。 生活比较平淡, 但总感觉很随意, 轻松, 很温暖。 二, 不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 有一个朋友阿力, 人很漂亮, 又有气质, 他老公的事业有成, 自己经营着企业, 所以各种应酬比较多, 偶尔会带上阿力去饭局。 有一次遇上一个公司, 比较有意向的大客户张总啊, 东北人, 酒量比较好, 一直要阿力给他敬酒, 并且按时酒喝好了生意就成了。 他老公说自己媳妇不太会喝酒, 自己和公司秘书陪大客户喝, 但是大客户马上变脸, 说想签单, 今晚就让阿力喝。 此时, 阿力清楚知道这个单对老公公司来说很重要, 就笑着说, 没事, 张总, 我们接着喝。 说着刚端上杯子, 准备一饮而尽, 他老公一把夺过阿力手中的杯子, 傲气宣布, 不好意思, 张总, 我们公司接单靠的是诚信和质量, 以及售后服务, 不靠喝酒。 买完单带着阿力回了家, 阿力以为这桩生意泡汤了, 没想到第二天老公告诉他, 张总秘书来店要去签合同, 并道歉说昨晚喝多了, 不要介意, 两个公司有好合作才是最重要的。 阿力后来骄傲的, 说老公超有个性, 很有男子气概, 今生很幸福, 三会爱屋及乌, 爱你也会对你家人好。 小雪长得漂亮, 又温柔, 还有本科学历, 虽然娘家是农村的, 但她却嫁给了市里一个大户人家, 家里有着威严, 而事业有成的公公婆婆。 刚进家门, 小雪整天都小心翼翼, 生怕哪里没做好, 让老公和公公婆婆不高兴, 更不敢让父母来自己家玩。 结婚半年了, 还没有回乡下看望父母, 心里是非常的想念。 有一天同老公聊天时, 说了这个想法, 没想到老公说, 已经在市里面给父母买了一套房, 正在装修中, 以后让父母来市里面住, 方便小雪去看望父母。 小雪很感动, 当初是惊人介绍认识她老公的, 只觉得学历, 家庭条件都不错, 但是比较沉默, 话不多, 自己还有些犹豫。 结婚后, 老公很关心她, 她在失业单位上班, 老公公司比较忙, 还会抽空去接她下班。 如今她对父母很好, 小雪很幸运, 自己嫁给了爱情而不是金钱。 尊重就意味着, 女人在这段感情中 不需要为男人做任何改变, 只需要做好自己就行。 当男人和女人在看法上, 在事情上有分歧的时候, 总是在灌输你改变理念的男人, 并不是在爱你, 他只是把你打造成他喜欢的样子。 真正的爱, 应该是接纳他的全部, 而不是让他为了你而改变, 因为改变之后的你本来就不是真正的你了, 而只是他喜欢的你。 男人在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 会在想法上对女人表示出克制。 一件事情, 如果女人很喜欢, 哪怕男人不喜欢, 男人都会去尊重女人的想法, 克制住自己的举动和想法。 喜欢是放肆, 爱才是克制。 正是因为男人爱你, 他希望你成为的是你喜欢的自己, 而不是他喜欢的自己。 三一心一意只爱爱你。 男人在真正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会克制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举动, 不给女人造成伤害。 男人也会在感情中约束自己, 只一心一意地来爱你。 他全部的爱, 感情, 眼神都给了你。 不再对其他的女人有任何的想法。 有的男人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总还觉得其他女人更好, 更温柔, 更漂亮。 其实,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当一个女人拿自己的女朋友和别的女人比较的时候, 就已经是不爱这个女人的举动了。 爱你的男人会一心一意待你, 因为他知道爱是责任, 是担当, 更是克制,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懂得为你换位思考, 会站在你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而有的男人明明有了自己的女朋友, 还喜欢爱别的女人, 这就是对爱情的不负责任, 也是对女朋友最大的伤害。 因为真心爱你的男人会对你小心翼翼, 会把所有的感谢和爱都给你, 会克制自己对其他的人的感情和想法。 这是男人对你的呵护, 也是男人对你的在乎, 更是男人对你的保护。 男人在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才会在乎这个女人的感受, 他担心自己多看别人的一眼, 女朋友就会生气, 都会难过。 因为真正的爱是一心一意的, 一定是脚踏实地的, 而不是见谁都爱。 男人在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就会用所有的实际行动告诉女人, 他是爱这个女人的, 男人在不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也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女人, 他是不爱你的。 男人真心爱一个女人, 就会给女人制造满满的安全。 全感, 排除其他女人对自己的靠近。 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会从三方面克制住自己。 首先, 亲密关系的克制, 而不是那种只会哄女人上床的男人。 其次, 和你有不同意见时, 会克制住自己的想法, 完全尊重你。 最后, 他会一心一意地只爱你, 从感情上克制自己, 完全对你忠诚。 一个爱你上瘾的男人, 会对自己处处克制, 这样的男人才是极其难得的。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路上,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勾勾侃侃, 遭遇到很多的打击。 每当遇到悲伤, 痛苦和绝望时, 坏情绪就像气球那样, 快速地膨胀起来, 负面的情绪就像是一个黑洞, 让人深陷其中, 看不到生活的光亮与美好。 莫言在《石草家族》中写道, 人要生存, 便得摆脱连环般的桎梏, 忧愁, 悲观便是人最根本的死敌。 人活一时间, 要学会不生气, 要学会控制情绪, 学会不生气, 快速地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 才能战胜更多的敌人, 意气风发地去应对各种挑战。 相处让你不生气的四句话, 以任何事都没有你的健康重要。 人生路上, 别为了一件事而气坏了身体, 任何时候请记住别生气, 生气会消耗你的健康。 柏拉图说, 第一财富是健康, 第二财富是美丽, 第三财富是财产。 很多人把健康比作一, 财富, 名望, 地位等等都是零, 只有一存在, 其他的一切才有意义。 如果为了一件事生气, 学习上冲, 控制不住情绪, 让自己的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 躺在病床上会发现面对一切是那样的无能为力。 在生气之前劝劝自己, 别为了他人而生气, 不值得。 不生气就是爱惜和保护自己的身体, 而且不轻易在别人的煽动之下发脾气, 往往会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 办法, 人生路上, 在乎自己的健康和身体, 就是保住自身最大的财富。 这世间任何事都没有你的健康重要, 所以别生气, 别在负面情绪之中随意消耗自己的健康。 二, 别为不值得的人而生气。 人生在世, 不在乎你的人总是伤你的心, 让你生气。 而真正爱你的人会舍不得让你生气。 任何时候, 请不要被他人轻易影响到心情。 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而生气。 孔子的一个学生, 曾和一个绿衣服的人起了争执。 那个绿衣服的人说一年有三计, 孔子的学生很生气, 与其争论不休, 还去让孔子平礼。 公子看了两人一眼, 说一年有三计, 并且他还让他的学生去给那个人磕头赔罪。 那个人得意的。 没去。 孔子的学生不明白, 为什么老师会这样做。 孔子说, 你与他争执生气, 他是个蚂蚱, 只活三计。 根本就不知道冬天为了一个这么见识浅薄的人 争执生机, 没有丝毫意义。 庄子秋水中写道, 静欲不可, 雨于海者, 居于须也, 下重不可雨, 雨冰者, 渡于时也, 取势不可也。 雨于道者, 属于教也。 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 立场不一样, 便很有可能因为矛盾和冲突站到对立面。 人生路上, 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生气, 这世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辨别出是非对错。 随他去, 保持好自己一颗平静的心,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三, 你的生活不是过, 给别人看的。 生活是自己的, 不要过给别人看。 做人千万不要仰望别人的生活, 因为自己亦是他人的风景。 当你羡慕那些明星, 都是前呼后拥的时候, 可是你怎么知道, 他们又何尝不羡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自由自在呢? 当你羡慕那些高消费人群都是出入高档场所。 可是, 你怎么知道他们也是为了生存, 是身不由己, 每天都在讨好客户呢? 所以, 不要羡慕他人的生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人都有苦楚, 只是, 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好的一面而已。 人生里没有谁的幸福值得羡慕。 一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 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仰望和羡慕着。 其实, 每个人都是幸福的, 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罢了。 当你羡慕别人的孩子开车, 豪车, 父母开着大公司的时候, 殊不知, 别人的父母羡慕着你的孩子懂事和孝顺。 人生真正的幸福, 是家庭的幸福, 家庭的和睦, 只要一家人和和美美就好。 只要一家人健康平安就好, 即便是拥有再多的金钱, 也不如心情的温暖, 即便是拥有再好的物质, 也不如家人的陪伴。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家庭的幸福, 你家庭的幸福也会常常展现在别人的眼里。 透过别人的眼睛折射出来的光芒, 你会看到那些光芒中反射回来的是你的幸福。 人生知足常乐, 千万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 你越是羡慕, 就越是不满自己的现状。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走自己的路, 好好生活, 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 辩志林说过,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 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我们在仰望别人幸福的同时, 别人也是以同样的姿态回望我们。 没有谁的生活值得羡慕, 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重中之重。 似生气的时候, 学会取悦自己。 多年前, 有位诗人写了不少诗, 小有名气, 可是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 也无人欣赏。 为此, 诗人很苦恼。 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 这天, 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 禅师笑了, 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 你看那是什么花? 诗人看了一眼说, 夜来香。 禅师说, 对, 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 你知道吗? 夜来。 但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 而在夜晚开花呢? 诗人看了看禅师, 摇了摇头。 禅师笑着说, 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 开花只为了取悦自己。 诗人吃了一惊, 取悦自己。 禅师笑道, 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 得到他人的欣赏。 而这夜来香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 依然开放自己, 芳香自己, 它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 一个人难道还不如一株植物? 世人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禅师继续说道, 许多人总是把自己的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 让别人来赞赏,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 其实, 人应该为自己而活。 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 才能不放弃自己, 只有取悦自己, 才能提升自己。 只有, 不取悦自己, 才能影响他人。 夜来香夜晚开放, 可许多人, 却是枕着他的方向入梦了。 是啊,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 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而是为了取悦自己。 当你生气的时候, 不妨试着做一件让自己高兴的事, 学会取悦自己。 稳定自己的情绪, 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更容易转移和示范坏情绪升级的示范, 听一段优美的旋律, 看一些励志书籍, 或者去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散散心, 调节自己的情绪, 对自己好一点, 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做起其他事情来会事半功倍。 越是着急, 就越是应该让自己冷静下来。 有时候, 一个人先从生气的怪圈中走出来, 就会发现情绪激动, 并不能解决问题。 懂得先哄自己开心, 有一个好的心态, 更容易看透问题,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生路上, 在自己生气的时候, 学会取悦自己, 善待自己, 别让自己被负面情绪控制。 别人伤你气你时, 你更要好好的爱惜自己, 因为你很珍贵, 值得被自己好好善待。 人生路上不要生气, 遵从自己本心走下去。 很多疾病都是因为愤怒伤身伤神, 遇事总是让自己的情绪过于激动, 很有可能会消耗自己的健康。 人一旦病倒, 功名利禄, 爱恨情仇都成一场空, 升级之前先考虑一下值不值得。 人这一生, 身边重要的人, 其实就那么几个。 为了不相干的人生气, 是让自己做了一笔赔本的买卖。 每个人都有权利, 坚持自己想走的路。 但没有办法管住其他人的嘴, 与人相处, 难听的话而不入心, 就不会牵动自己的情绪。 学会不在意, 学会看淡, 就能学会不生气。 不在乎他人的眼光和评价, 学会不生气, 将更多的精力用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就会活得更加灿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王阳明有个学生曾问他, 一个新学修行的人, 该如何看待生气这件事? 王阳明回答说, 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 生气是在所难免的, 关键是要把握好几个原则, 第一是把握好度, 第二是要误来顺应。 事情一过, 怒气就要随他而去, 不要执着, 怀恨在心。 所以生气时, 是正常的, 当心情不好和烦躁的时候, 生气还是一种发泄方式。 但是, 有些人总是压抑情绪, 生气了还硬撑着, 不仅对身体不好, 还会破坏人际关系。 一生闷气, 最伤身心。 提起生闷气, 总是会想到,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他心思敏感, 情感丰富, 多愁善感, 常常郁郁寡欢。 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次林黛玉去探望贾宝玉, 当时情文和人起了争执, 心情不好, 硬是不给开门。 起初, 黛玉以为, 他们可能没听来是谁, 于是又高声说道, 是我还不开吗? 可情文根本没心思, 去想是谁, 回答道, 凭你是谁? 二爷吩咐的, 一概不许放人进来的。 林黛玉听了不觉气, 正在门外本详语之理论, 突然想到, 自己也不过是个客人, 无依无靠, 连丫鬟都可以看不起他, 伤感落泪, 在门外站着也不是, 走也不是。 正在这时, 他听到屋内宝玉和宝钗的笑声, 心里更生气了, 难道是宝玉生我气了, 不让我进门? 一边想着, 心里更加难过, 自顾自地呜咽起来。 后来回去后, 他在床边坐了一夜, 两手抱着膝, 眼睛含着泪, 不说一句话。 这样的情景, 在黛玉身上不止一次两次, 长久的生闷气, 使得他干起淤智。 最终香消玉云, 让人为之感叹, 这其实与他终日郁郁寡欢, 以泪洗面, 及长期悲伤的精神状态有关。 皇帝内经上写着, 百病之声于气也, 怒伤肝, 忧伤肺, 人过分的忧伤悲哀, 就会严重的损伤肺脏的功能。 肺在治为忧, 忧悲。 忧和悲是与肺有密切关联的情质。 人在激烈悲哀时, 会出现频率改变, 肝咳, 气短, 阴牙等壮壮。 从心理上讲, 生闷气是一种不愉快的情感, 是一种消极的, 甚至是有破坏性的心境。 不愉快的情绪可以使内脏活动紊乱, 内分泌系统失常, 胃口不佳, 消化不良, 长期烦闷苦恼, 还会导致血压升高和关心病。 人的感情无论怎么压抑, 最终都要通过各种途径宣泄出去。 长期生闷气并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是矛盾加重, 不仅害了自己的身体, 还是一种精神折磨。 二, 生闷气最伤感情。 因为爱所以在乎, 因为在乎所以生气, 这是一种幸运, 但因为生气而消磨了爱和在乎, 这是一种不幸。 两个人相恋是多么来之不易的缘分, 你为了等待他的出现, 单身了那么久, 在他出现之后, 又和苦用生气来抹杀所有的幸福。 争吵和摩擦, 你们应该克服, 就算遇到了爱情的险阻, 也要心平气和地去对待, 然后相互鼓励, 用爱和勇敢去化解, 而不是用升级的方式鲁莽地对待。 很多时候,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通过沟通, 交流建立起来的, 但是当矛盾发生时, 双方拒绝沟通是最不可取的一种方式。 我的小姨和小姨夫结婚十多年了, 经历了最开始的无话不说, 到现在无话可说, 婚姻勉强至今就在等明年孩子高考结束, 办理离婚。 他们之间的矛盾, 还是从孩子的教育问题开始的。 孩子读初中时, 小姨觉得应该把重心放在学习上。 小姨夫想尊重。 孩子的意见, 要是对体育感兴趣, 也可以培养培养。 因为这个矛盾, 他们常常吵架, 夫妻关系日益恶化。 小姨夫性格内向, 话也较少, 吵架半嘴的时候说不过小姨, 她常常一个人生闷气。 有时候小姨想缓和一下氛围, 但姨夫并不领情, 不理不睬, 小姨心里也烦闷, 时间长了, 矛盾一直没解决。 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一年到头互相都没有笑脸, 极少的交流。 夫妻之间生闷气, 开始可能只是不满和小气, 但玉洁在心中太长, 矛盾不解决, 相互之间会越发看不顺眼, 结果使矛盾更加严重, 小姨变成了大气。 所以及时宣泄, 及时沟通, 把话讲到明处, 把心里的不痛快和怨气发泄出来, 好过用生闷气的方式去处理矛盾。 婚姻第一号杀手是沟通, 沟通对夫妻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婚姻的好与坏权靠它, 不要轻易地去拒绝对方来跟你沟通的想法。 倘若夫妻二人没有良好的沟通, 他们就无法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良好的沟通是将促进二人更深了解, 以知晓得如何满足对方需要。 电视剧《少年派》中, 林大为和王胜南夫妻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争吵不休, 但他们懂得发泄心中的不愉快。 他们了解彼此, 尊重彼此, 也牵挂彼此。 林大为失业后在家整日酗酒, 王舍难以与他争吵。 林大为说, 你就是在嫌弃, 我是软饭。 在王胜南的激励下, 林大为去找了工作, 做了百事主持人。 王胜南知道消息立马反对, 但林大为解释这个工作的意义及他的真实想法, 王胜南则尊重了他的选择, 他们的婚姻既千疮百孔, 又温暖之欲相爱。 长沙却也不离不弃。 对于在乎的人来说, 生闷气不仅是惩罚对方, 也是在惩罚自己。 不管是夫妻之间, 父母之间, 还是情侣之间, 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需要彼此去维护的。 三生闷气不如改变心态。 前段时间, 我的朋友小丽心血来潮, 在朋友圈里提议去旅行, 几个好友感兴趣, 想与小丽一同前行。 于是, 小丽被委以大任, 挑选目的地, 制定旅行计划。 一开始, 小丽提议去雪香滑雪, 有朋友说太冷了, 没有合适的厚衣服。 于是, 小丽说, 那去云南吧。 读书时, 小丽一直都想去丽江古镇, 可做到了好友的抵制, 说古镇的商业化越来越浓了, 没有意思, 随后小丽说那不然就去三亚看海, 温暖又舒服, 还是被拒绝了, 有人说太远了, 还有人说去过了。 总之, 就是小丽提。 这个方案就被否定, 提出问题就有意义, 讨论了好久也没有最终确认。 最后旅行取消, 哪里也没有虚张。 旅行的本意是放松愉悦身心, 但小丽不仅没有放松, 还独自生了好几天闷气。 后来, 小丽还是请了几天的年假, 一个人去了云南, 虽然有点孤单, 但也足够惬意自在, 看到了很多美景, 拍了很多照片。 完了一趟回来, 心里舒服了很多。 小丽旅行回来后, 约我一起喝茶, 她说, 我也突然明白, 顺便去就是在给自己找罪受, 仅是我的主观内在造成。 改变了自己的心态, 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句话说, 人想要活得好, 必须要学着自己调整自己, 调整心态, 调整情绪, 放大格局, 提升境界, 凡是想开点。 菜根坛中有一句话, 我很喜欢宠辱不惊, 闲看亭前花开花。 阿洛去留无意, 曼随天外云卷云输。 人一生总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总有人与自己过不去, 如果常常陷于焦虑苦闷之中, 而不能自拔。 预期于心, 事情还是没有解决, 麻烦可能仍在, 要达到崇高达观的精神境界或许很难, 但放松自己的心情, 学会发泄情绪意可以做到。 生气不可怕, 可怕的是生闷气, 余生不长, 别等气出病来, 才后悔, 生活不易, 别等气的身边人都离开了自己才悔恨。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是放过自己, 接纳自己, 保持好心情, 该吃吃该睡睡, 告诉自己, 也告诉身边的人, 凡事都别去和自己过不去, 也不要跟他人生闷气, 气坏了自己, 不值得。 希望大家凡事都要看得开, 想得明白, 开心过好每一天。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是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觉得颇有几分道理。 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涂碎银挤, 可偏偏这碎银挤两能解世间万种慌张。 这首小诗让我想起了以前非常流行的一句话,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以前的我对这句话总是很不屑,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认识到钱的重要性吧, 觉得谈钱太庸俗, 觉得穷一点没事, 只要活得开心就够了。 可是当我刚刚步入社会, 就被现实狠狠地扇了个响亮的耳光。 真到那个时刻, 我才恍然大悟, 钱真的很重要, 世界上却哪样东西最可怕? 很多时候, 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缺爱, 也不是缺心眼, 而是缺钱。 因为金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赖以生存的基础, 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过不了没有钱的生活, 只有钱才能给我们想要的东西。 带有的东西太昂贵, 大多数人负担不起。 一成年人的不幸福往往从缺钱开始。 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 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拥有自己幸福的小家。 当面对困难时, 能做到临危不惧。 普通人百分之九十的困难来自于钱。 缺钱可以让你的世界观, 人生观崩塌, 让人重新看待身边的一切。 缺钱会让你经历许多磨难, 让你的身心都受到严重的打击, 让你一蹶不振。 缺钱, 可以让你看清身边的人或是, 不用再花时间来了解一个人。 它会让你明白, 缺陷有时并不是坏事, 它让我们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有时是多么的脆弱。 有人说事态炎凉, 人心浅薄。 当然, 如果你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 你面对的一定都是笑脸, 只是这笑脸背后藏着的人心, 我们无法看透。 我们经常已看到一个家庭里, 其中妻子生重病, 丈夫怕被拖累跑了, 或是离婚了。 我们虽然看到了丈夫自私的一面, 但是更多的是因为缺钱。 如果身家富有, 治病不过是九牛一毛, 不会让我们看到人心的丑陋。 缺钱会让人觉得每天过得都非常的黑暗。 以前称兄道弟的朋友都在远离你, 他们害怕你向他们寻求的帮助, 尽管你没有想过他们为了维持自己好人的一面, 故意躲着你。 装作完全不知道你遇到的困难, 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 不是我不帮你, 而是我不知道而已, 给自己一个逃避的理由。 因为缺钱, 我们失去了朋友, 因为缺钱, 我们失去了亲人, 因为缺钱, 我们没有了机会, 因为缺钱, 没有了梦想, 因为缺钱, 我们生活得不幸福。 我们在努力赚钱, 可是赚的钱, 永远不比上突然发生的一件事。 当厄运来临时, 我们依然要顶着压力, 默默地坚信, 因为我们今天不努力, 明天就更悲惨。 无论被生活如何打击, 我们都要为明天去努力奋斗, 为以后不再因为缺钱, 而失去更多的幸福。 前段时间, 有网友发了条朋友圈, 妻子打车司机主动和他说, 上个男乘客, 一上车就哭了起来。 原来他之前是一家公司的高管, 几十万的年薪买了一套房, 月供五千。 买了一辆好车, 月供七千, 原本想着今年大概一场, 拼尽全力还清所有贷款, 可因为大环境影响, 公司倒闭, 他一夜间从公司高管, 变成了无业游民。 现在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短短几个月沦落至此。 他没有办法, 只能找个出租车大哭一场。 有时候, 中产阶级和穷人的距离就差一场打击, 时代的一粒灰, 落到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压得人直不起腰, 喘不过气。 有车有房的中产阶级都这么难过, 更不用说无车无房的年轻人了。 二, 成年人的底气都是钱给的我的朋友李显大学学的是环境工程, 毕业想改行做媒体行业, 投了数不清的简历, 只有一家公司愿意给他实习机会。 刚上班的那段日子里, 一个月工资只有两千多, 可房租就得花一千, 交完房租后, 所剩无几, 只能每天吃泡面, 买点大米和鸡蛋换着吃, 连最便宜的餐厅都不光顾。 早上吃鸡蛋, 中午吃饭, 晚上喝粥, 这样的生活, 他熬了两个月。 生活虽然很难, 工作也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每次领导交代的任务, 再难再累也不敢拒绝, 因为成年人的安全感和底气是钱给的, 没有钱, 你连拒绝的权力和勇气都没有。 你能接受拮据生活下的苦中作乐, 说明你没有尝到实现财富自由的喜悦。 钱不是万能的, 但他能做到绝大部分的事, 能还得起车贷, 房贷, 养得起家人, 孩子, 能让自己有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自由选择工作内容, 更能让自己有拒绝的权力, 有孤注一掷的勇气。 没钱, 虽然是, 暂时的, 但他却能在短时间内击垮一个成年人的自尊。 去年, 朋友的母亲突发重病, 急需八十万的手术费。 在我们这个小城市, 八十万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就是一套房钱。 很多家庭拼死拼活, 一辈子可能都存不到这么多钱。 朋友辛苦一个月才赚五千, 可这是医院, 五千块根本建受不了几天。 为了给母亲治病, 他四处求人借钱, 很多朋友一听说借钱, 纷纷找理由推脱, 不是哭穷, 就是故意不接电话。 即使有朋友愿意借给他, 使我也不多。 为了借钱, 他收尽了白眼。 看着卡里的余额, 他再也忍不住, 旁若无人地大哭起来。 当一个人被生活的洪流, 冲刷魔力, 不得不低声下气开口, 才明白什么叫做事态炎凉。 现代社会, 不论你年龄大小, 当, 当你不行的时候, 注定会被身边人看清, 即使你认识再多优秀的人, 他们也会对你不理不睬。 当你有能力能挺直腰板的时候, 即使孤身一人, 也会有人主动上前, 巴结奉承, 当你低头, 才知道这个社会靠得住的只有自己。 要知道, 每个人都会经历形形色色的挫折, 沮丧是常态, 逆境也是常态。 三, 我们为什么要努力赚钱? 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 你为什么要努力?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 因为我的父母不在身边, 因为我还没有给他们买大房子, 因为他们还没有去远方, 因为很贵的东西, 他们总说不稀罕, 因为他们只有我。 这句话打动我的就是他的简单, 质朴, 没有华, 对得辞早, 却能直击人心, 而他们也一定知道你的努力, 而你是他们的孩子, 他们想给你最好。 我们努力赚钱, 不是因为有多爱钱, 而是不想因为钱和谁低三下四。 努力赚钱固然辛苦, 但只是吃一时的苦, 不努力没有钱, 却可能吃一世的苦。 曾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认识的90后朋友, 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一百万。 他起点很低, 大专毕业, 工作室电子销售。 刚开始, 他的月薪只有三千, 连离工作单位进的房子都租不起, 只能租远处的房子, 上下班一共耗费四小时。 但在坐车的四小时时间, 他没有了。 浪费, 一上车就听电子音频课程, 这才有了高情商的说话方式和扎实的销售技巧。 他尝到甜头后, 并没有满足现状, 依然在持续努力学习之后抓住行业风口, 在别人还不了解的时候赚取了第一桶金。 他从不铺张浪费, 因此攒了不少钱, 用这些钱进行投资, 买了老家一套学区房, 当时八十多万, 没几年就涨到一百二十万。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你的不幸福不是缺爱, 而是缺钱。 我们努力赚钱的原因, 是想父母年老生病时, 让他们住最好的医院, 接受最好的治疗, 得到最好的照顾, 是到结婚年龄时有不将就的权利, 及时止损的能力, 是想出去吃饭旅游时不会考虑钱的多少。 而由于, 不觉世界遵循呼唤原则, 你赚的钱必然用几倍的付出换来, 即使生活灰暗, 我们被磨得灰头土脸, 但只有深夜里痛哭, 天亮才会铿锵如故。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真正优秀的人, 不仅仅是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谋取了更高的地位, 得到了更多的金钱。 最主要的是, 人品很好, 一言一行都是别人学习的榜样, 都是道德的标杆。 一个唯利是图的妇人, 身上有铜臭味, 一个乐善好施的妇人, 一身正气。 一个贪心不足的官员, 迟早要落马。 一个服务群众的, 官员备受尊重, 用金钱和地位衡量, 一个人是否优秀, 显得很庸俗, 真正优秀的人都有以下五种能力, 人品好的人有行善积德的能力。 善待别人, 也善待自己。 一、自我反省的能力。 有一个词语叫原认知, 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 可以通过原认知来了解。 检验, 评估和调整自己的认知活动。 想要认识别人, 首先要认识自己。 如果连自己的定位都没有找准, 自己的内心活动都没有弄明白, 是无法认识别人的。 每个人在社会上总是喜欢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别人的言行。 如果你连自己的尺子都没弄明白, 如何去衡量别人? 优秀的人会看清自己的实力和位置, 善于分析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常常反思自己的言行, 查找自己的不足。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那些喜欢指责别人, 却从来不反思自己的人, 是没有办法变得优秀的。 他以自我为中心, 认为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他团团转, 这样的人是难以取得成绩的, 因为他根本做不到扬长臂短, 也不敢挑战自己的短板。 二管住嘴的能力。 世间的是非多多出在口角上面。 佛教有恶业, 其中两舌是一种。 搬弄两边的是非, 造成黑白颠倒, 极为两舌。 西西里的传说中有两种的女人, 其中一个是美丽的玛莲娜, 另一个是那群长舌妇。 玛莲娜是小镇最美的女人。 她让男人痴迷, 让女人嫉妒。 最初, 长安玛莲娜的新婚丈夫战死沙场, 一个美丽的寡妇 从此深陷流言飞语中。 在这个小镇上, 女人们捏造黑白不分的是非, 说她浪荡, 勾引男人, 甚至告上法庭。 也因此, 玛莲娜的父亲 也开始拒绝她进门, 她也丢了工作, 名声越来越差, 连食物都卖不动。 生存都成了问题, 这些痛苦啊, 全是一张嘴, 一句是非而导致的恶语伤人。 六月寒, 舌上之剑, 杀人不流血。 终于, 玛莲娜被逼, 让爵做了得军官的情妇。 战争胜利后, 那些搬弄是非的女人, 把玛莲娜拖到广场殴打, 剪掉头发, 逼得玛莲娜离开了假想, 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 一个人乱说话, 害人害己, 一句无心话得罪有心人。 如果你喜欢信口开河, 表面上是对别人坦诚, 实际上是戳别人的痛处。 聪明的人说话的时候懂得拐弯, 如果没有想好如何拐弯, 就干脆不说话。 优秀的人坚持少说多做, 用成绩和实力来说话, 在人群中, 他总是最安静的那个人。 别人说什么他都听着, 但是不会急着表达自己的观点, 更不会打岔。 如果别人的观点不对, 他也不会反驳别人。 世上很多事情,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没有固定的说法, 没有标准的答案, 何必去纠正别人呢? 管好自己的嘴, 才能当好旁观者。 把生活的环境看清楚了, 把身边的人看透了, 才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也能够找准自己发展的方向,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聪明的人往往很糊涂, 又能从复杂的环境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行动很明确。 三控制情绪的能力, 有几句顺口溜, 快乐人生莫生气, 生气只会伤自己, 头顶蓝天脚踏地。 人生全在一口气。 一个人气急败坏的时候, 就会乱说话, 做事也没有头绪, 甚至气冲冲地砸东西, 有的人生气的时候, 把身体都气坏了。 一个人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 就会和身边的人伤了和气。 夫妻相处常常生气, 感情肯定不好, 还容易导致离婚。 朋友在一起, 常常生气, 估计朋友都做不成了。 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常常生气, 孩子学会痛恨父母, 还容易把孩子养肺。 同事相处啊, 常常生气, 工作一团糟。 杜月生说, 头等人有本事, 没脾气, 二等人有本事, 有脾气, 不等人, 没本事大脾气, 优秀的人能争气, 没脾气争作人上人。 个人控制了脾气, 任何时候都可以心平气和, 说话从人生格局上就胜人一筹了, 做事就更有章法了, 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找到最佳方案。 四, 捂住耳朵的能力人在社会上混, 免不了听到流言蜚语, 还有各种恶意的谣言。 铺天盖地而来, 打开朋友圈, 也常常看到一些虚假的信息。 骇人不浅, 做人要耳聪慕名, 也要装聋作哑。 我的同事李莉在和客户交谈的时候啊, 因为客户很急躁, 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事后, 客户向李莉道歉, 抱歉, 我说了难听的话, 一定伤害了你。 李莉说, 我有些顺风耳, 很多话我听得不太轻。 两个人相视一笑, 笑一笑眉按着, 因此李莉给客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个人耳朵太灵敏了, 记性太好了, 就是在伤害自己, 总是弄丢自己的好心情。 一个人总是计较别人的话, 就会成为接盘侠, 把别人的烦恼接过来, 变成了自己的烦恼。 优秀的人一心一意工作, 没有精力去计较别人的话, 还学会了忘记那些难听的话。 五, 承担责任的能力。 优秀的人一定是有责任心的人, 当你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别人对自己的言行不负责任, 你肯定要蒙受损失, 比方说, 你是一个商人, 和客户约好了某天送货, 结果你在那一天把货送到了指定的地方。 客户却, 不见人影, 还告诉你, 我那天就是随口一说, 你别当真, 你顿时就看清了客户的为人, 也要承担送货的损失, 人品好的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如果他是单位的领导, 他还会主动为下属承担责任。 推卸责任的人, 表面上是迅速摆脱了困境, 其实是降低了人格, 被人鄙视。 真正优秀的人, 是人品优秀, 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染别人, 引导别人, 在我需要的时候啊, 积极地帮助别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